差股储楼价指数年升三个月,三月按月升幅更高达2.95%,为两年半以来最大升幅,反映楼市反弹速度急净,综合业界意见,后市是否能延续者股升势,主要视乎四大因素表现,包括新盘销情如何,二手价量是否能跟上新盘的步伐,政府会否因为楼价急升而出招,以及外围因素变化,主要为中美贸易战去向 如果上述四项因素表现正面,楼价指数估计极大机会于上半年升穿历史高位,楼市近期持续攀升,楼价修复失地在望,呈现迈向另一高峰的走势,目前旺世已由二手延续至一手新盘市场,业界相信,随着五月有大型新盘陆续登场,誓章再掀起入市热潮,再一手销情理想带动下,二手市场亦可再次受惠, 一二手住宅将呈现互相拉动的局面,然而,沉聚于升市的同时,不可以忽略楼市仍有多项隐忧,首先是发展商的取态,最近开架的两个新盘,何文田津华及日出康城MONTARA 一个走高价罕有路线,一个走贴市上车价路线,两盘的市场反映,一定程度反映现时市场的承接能力,资料显示, MONTARA首张价单124伙平均尺价13,990元,以引起市场轰动,首日入票登记就高达2,300张,反映市场对其开价相当受落,截至昨日累收近9,000票,成为今年新盘票王, 那边商,津华首张价单88伙,平均尺价24,308元,为今年九龙首批开价最贵新盘,反映相对信息,自昨日收票1200张,但无独有偶,两盘于加价上都极之黑制,MONTARA至今4张价单共496伙, 每张子轻微加价1%,而津华至今3张价单全推240伙,逆价加价2%,面对市场对后市一面倒唱好,发展商于开价上却仍然保守,反映两个事实, 首先是发展商的目标是以清货为主,求量不求价,第二是发展商对后市仍然有忧虑,因此想趁最近旺市尽快去货, 上述两个新盘销情估计都相当理想,但同时间二手屋苑目前所呈现的却是干涨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, 一手新盘销情畅旺,但二手交投受压,加上业主叫价月趋进取,二手盘园不断收窄,拖慢二手屋苑交投报伐, 令二手市场程量跌价升格局,他预计,五月楼市仍以一手新盘主导, 买家需时消化二手楼价升幅,外围因素亦为金轮升市必须密切留意的市场变化。 港字行政总裁李志诚表示,今年中美贸易战缓和,市场悲观情绪一素移空, 楼市逐渐走出谷底。与此同时,美联储局预告暂停加息, 更加对后市喜支持作用。买家入市信心持续增强。 然而,业界指,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 一旦贸易战出现负面变化,今日的流市升幅或者指示竹篮打水。 尼加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,首贵股市大升的财富效应, 加上息口持续低企及刚性需求继续带动下。 预期4月流价可持续上升。 为升幅会略为收窄至2%至2.5%左右。 至于整个次贵流价料可再累升近6%。 届时差股储流价指数将突破400点。 于上半年已可再创历史新高。 至于全年流价暂看升13%至15%。 不过,持续急升的流价必然会引起政府注意。 来方执行董事及股价及咨询部主管林浩文估计, 如未来两个月至三个月没有其他负面因素。 流价将会迎接另一短线升势。 届时政府有机会再出招。 根据此前政府出招方向。 或者会推出新一轮需求管理措施或收紧案揭等, 亦可能向现时持有多个单位的业主徵税。 逼他们将单位释出,增加市场供应, 松而降低流价。